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好可爱 看到没有 我们走下来看到什么了 熊猫宝宝 这只名字叫做游泳 游泳 05年出生的 是个男孩子 游泳 仔细观察 它的黑眼圈有什么特点 黑眼圈 很黑 跟这个比比 反过来这边比一比 它的黑眼圈怎么样 比较淡 它是棕色的 黑眼圈很淡 而且我们有一个熊猫迷 特别喜欢这只 经常来看它 为什么喜欢它 游泳的性格就是比较甜淡 有种与世无争的感觉 对一个动物它的性格特点 它认定了它 它很凶吗 它会攻击对不对 它们不会攻击我们对吧 它会咬你 熊猫是中型的猛兽 所以到一定的年龄段 该分开的时候 人是严格禁止跟它接触的 这只你看看它有什么特点 它叫深微 深微是非常黏人的一只熊猫 它喜欢跟人撒娇 它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表现得非常乖巧 会讨人喜欢 抠牙齿 抠牙齿 你好 深微 要不要 竹子 好孩子 先给你 等一下再给你好吃的 好吧 行 后边呢 嗯 它这种声音 发出这种声音 嗯嗯嗯 就想要尝尝要吃的 非常聪明的 熊猫也是会发出声音的 竹笋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熊猫吃竹笋 有一个土话说吗 熊猫吃竹笋 相当于人类捕人身 哦 这小朋友叫龙龙 那边那个怎么对着那个是梅青是龙龙的妈妈吗 母女啊这是 哦 龙龙是我们这里 2013年7月31号生的 龙龙是个小女孩 华南地区 手之大熊猫宝宝 体会一下熊猫爬兽的本领啊 知道为什么龙龙和妈妈总是分开这么远去坐吗 因为呢 他现在达到一定的年龄段 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所以有些时候 像这种 到一定年龄段之后 他有意的去疏远妈妈 想要挣脱妈妈的怀抱 想要独立了 他这是 如果这个妈妈带他时间太久 因为他开始吃母乳嘛 但是这过程中 对母体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梅青现在被他拖的嘛 有点精疲力尽 所以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 把他的妈妈梅青 送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